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彦东一行 17号到访了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彦东即代表团一行 17日到访法国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在法国罗纳阿尔贝斯山大区副主席 以及学院院长莫兰克姆的陪同下 参观了学院实验室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平台 院长莫兰克姆介绍说 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是法国教育和研究部规模最大 教育经费最多的工程师学校 学校6000名学生中有1800名来自不同国家 其中最大的外国群体是中国学生 对于未来 学院希望可以将法国办学模式推荐给中国 并联合在欧洲的中国企业或在中国的欧洲企业 共同致力于教育的发展 对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的访问 也是刘彦东在里昂访问形成的最后一站 里昂在中法关系的交流史上 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中法大学在这里 四周之路的终点也在这里 所以他这次来呢 应该说访问里昂 在这次访问法国的形成能处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彦东代表团一行 首站里昂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 通过近市场交流活动 在经贸 科技 文化等领域 加深了两国的交流合作 峰卫士 李梦威 莫野 法国里昂报道 那么 大家感谢大家